台中之高鎮步道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嘎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來走台中之高鎮步道 然後再上去學田山 走一個O型路線 前面就是步道的起點 知高順步道的景點有 空中廊道 雪蓮登山步道 飲水橋 休憩平台 榕樹跟林間步道 現在在這裡 然後要經過榕樹飲水橋 空中廊道 然後再走雪蓮登山步道 到雪蓮山 然後最後繞一個O型 回到散光寺 步道全長約3公里 時間約120分鐘 等級是青子級 這棵榕樹的樹根 整個盤居在這個水汛的旁邊 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一棵樹 來到引水橋 為水而搭建起的道路稱為水溝橋 為水而搭建起的道路稱為水溝橋 台語所稱為水溝橋 台語所稱的破水橋 台語所稱的破水橋 然後雪蓮登山步道 然後雪蓮登山步道 這裡旁邊有 有一處工地 現在要往雪蓮登山步道 這段是好漢坡加上雪蓮登山步道 這段是木棧道 很好走啊 剛走完一段樓梯 現在是第二段樓梯 這裡蠻曬的啊 我忘了戴帽子 這裡有一個基點 四肢三十 高速 好像是601 再上去 有大樹可以躲太陽 剛才樹幹上 有人刻一個三角形 跟一個路線 走看看 前面應該是到雪田山三角點 前面到雪田山三角點了 海拔139公尺 叮咚 這處 展望很好耶 回望剛才上來的步道 回望剛才上來的步道 哇 前面的路 被封了 112年11月11號 好 那就 沿路折返啦 旁邊是可以鑽過去啦 可是 既然地主已經 這樣攔起來了 就沒必要啊 沒必要失寵了 所以就沿路折返 好 紅色的魚耶 左邊下來這一條 好像是捷徑啊 旁邊好多蜂箱 這裡面好多蜂箱 枝高順步道跟雪蓮步道 距離都不長 蠻好走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 歡迎按讚 分享 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